所以我也鼓勵民進黨就是說 你如果覺得那個圍牆不對 現在也要把它拆掉 就是空間解延嘛 剛剛那個金蘭講的 讓... 你像高雄中正... 中正... 中正五法中心 你這就是民主警官 你把圍牆拆掉 很漂亮 你可以為愛國西路 看得勝利路 你可以為中山龍路 看得到航州南路 兩個拆跟中... 你都可以... 無法讓你圍牆 可以這樣看過去 景致是漂亮的 空間是解延的 我們也不是說整個都要拆掉 是只有那個圍牆而已 你如果說現在要塞的圍牆 不然你把它塞什麼 要離嘛 讓人有辦法跨過去嘛 問題就是說 本來主張要拆掉圍牆的一些高雄 現在也站在這裡說 你不能拆 你不能碰啊 不過最後規階起來 是意識形態在主導他們嘛 以前他們說空間解延 是好像還是覺得說 他們國民黨的統治權沒問題 他們可以保持某種自由派的形象 不是 因為現在中央說 那已經屬於我管理了 沒有 台北市政府沒辦法拆掉了 整個那時候說圍牆要拆 現在就要拆了 沒有 但是我們是檢驗節的人 我剛好手頭有這個 兩千年十二月十九號的 是馬英雄說的 他說總統府前廣場要空間解延 宣誓人們廣場時代來臨 中正經驗堂圍牆也要換裝 這是他的時代 空間解延 馬英雄說的 對 他當時說可以啊 為什麼這個時候不自行呢 他說換裝 不是說要拆掉 那他解嚴也要解嚴 對啊 他現在在硬拗 其實我們來看這個 陳薇仁當公務局長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這兩件事 八號的價值 我比較喜歡從價值面來談 拆大宗自政八號的價值是什麼 民主比較自由 因為反威權 反獨裁 那個價值叫做民主跟自由 當中選會組織條例 後面價值叫做法治 因為台法官已經解釋說NCC 依照政黨比例制 那是違憲的 所以你中選會用政黨比例 同樣違憲 民主自由法治這三項事情 剛好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三個條 你如果一支不去 這個國家就會沿逃 所以說民進黨這次拜國之前 你一定要一鼓作氣 千萬記得一鼓作氣 絕對不能忍 你忍了 我一開始說過 我說這兩件事 其實重要是不輸立委跟總統選舉 所以你絕對不能忍 真的打到老火老敵 你去國會你也要賤 差不多那又回來了 對啊 你也加一票 對吧 洪英我認為還有一件 就是二階段跟一階段投票 其實都是連動性的 你這一關過了 其實你面對所謂二階段 一階段的投票 你也要展現這樣的態度 那個都是一貫 就是那個價值 我們這裡面都看到馬英九 自己反馬英九 剛剛那個議員講了 過去是他同意 他在選舉當中 其實87年後來的選舉當中 都是在講這樣的事情 可是今天他在這個位置 都不敢再講這個事 從今年初 我想我都一直在講這個事情 他都不敢再講這個事 還有二階段投票 也是他自己拉下鐵門的 他不願意去讓自己的投票行為 被大家看到 就是他認為那會影響 秘密投票的原則 所以都是他自己在反自己 那你的價值前後 都被你自己反了 你為什麼不敢站出來 捍衛你的價值 我認為這一個連動性 會讓大家看到 到底你堅持的是什麼 你為什麼昨天跟今天 差別這麼大 那我認為這樣子一關一關都不需要過 包括禮拜五的 這個中選會要不要打架 這個問題要看過去以後 馬上兩階段一階段 都不可能太遲 他馬上下個禮拜可能也要密任 想跟大家再一次協商 他派代表來就沒了 所以 那就像那天 王信南委員 靠電話給那個什麼 蔣孝遠說 你要這樣跟我說 你有看那些話嗎 我還沒看 我都知道你要說什麼 意思不是一樣嗎 是不是 不過叫我們